锦标赛奖金记录者 但他依然 他好像是四千多万美金 然后排第二的是Daniel Negreanu 然后第三名是Eric Sedell Eric Sedell我的偶像 那有谁要超越Justin Bonomo也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这个Justin Bonomo他也没有停止打比赛 还是到处会参加这些高额赛 今天之后他的履历上应该又会至少多加好几十万美金 想要超过他的选手可能又要被拉开一段差距 对有机会的有可能Bren Kenny 他现在也有开始来我们这传奇扑克来打这些比赛了 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玩家 所以说如果不尽快升级到能够打超高额赛时的话 那么对于奖金榜前列的这些玩家 就可能只能忘记向背了 然后我们看见这里A圈对上A10 做了一个加注 加注对 然后呢我们看见Bonomo在这边思考 打得非常激进 那这里Bonomo做了一个all-in 这应该是一个call 摊挑的时候A圈是不会for给他的 果然 那这里对我们开街微向做了一个call 抓到了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可以double的机会 那这里如果微向他double了 他会变成筹码是Bonomo的一倍 他们两个的筹码量对比正好是几乎接近一倍 那么也就意味着Bonomo等于有两条命 而这里他是否会付出他的一半筹码呢 令人紧张的flop 这里我们看见现在Bonomo他有三个out 就是两人互换了out 但Tent上的任何草花都会对他进行加强 确实在转排上Bonomo他的out 发出了一个圈 那这场比赛不出意外的话 对Bonomo又拿下冠军了 随着一个badbeat应该是拿下了 拿下了冠军 那我恭喜Bonomo也恭喜我们的 来自马来西亚的围巷 拿了亚军 他显得非常的平静 好可惜 好可惜 对表现非常不错 打了一天的威向 出局第二名 对 在冠军军决赛的时候 就会去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运气有的时候 是需要一定的契机 好 恭喜Bonomo成功拿下 2019年传奇扑克 手2019年传奇扑克的机构导战 短牌25万港币买入 赛事 那他希望是直接可以打50万港币的短牌 也就是成功了 就是可以直接跳进那个比赛买入了 现在非常的放松 好 好 现在应该是 与奖杯合影 那在打比赛一般就是不停的出局 然后呢 有这么几次 可以幸运的拿到冠军 那感觉也是非常好的 真是强大 长期稳定的连续出成绩 那这个Bonomo 他是我们的WSOP 一滴水拿过冠军的 那也是豪克赛 好像是Super Bowl 对吧 也拿过一次冠军 所以他的成绩非常厉害 那这是他第四个短牌的比赛 也是第一次开始 就马上拿下了冠军 对 那他说他是六个月的下风期 然后现在转了 现在这次短牌获得了冠军 他说他对这个短牌了解 也不是很深 有些做决定 他也是自己猜的 那这猜出来的结果 也还是算不错了 说明他的排感非常好 对 因为你有如果任何德州的背景 那在这短牌上面当然是还有优势的 特别像Bonomo这样的玩家 他已经对扑克本质的理解 有了自己特别独到的认知 他可能会从数学本质 以及牌理上俯瞰这个游戏 他说呢 他有家里很多朋友们会在直播看他 他真的不想做很大的错误 这是有可能回家是没有连接朋友的 那是非常有点想的 最后的发展 这是我的想法 我会把短牌的小小的小的认知 我会将会比较大小的认知 然后看我感觉 我会写的话 我会写得比较大小的认知 当然现在现在我开始了 我会比较大小的认知 所以我不能比较大小的认知 但我会比较高的小的认知 好那之后 那变得好高的 不不? 对 对 当然 对 对 好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这是不过的 的消息 我们将会交易到你 我們會帶你們去第二項選擇 我們會帶你們去500K的小股競賽 所以差不多是雙倍的 我們會帶你們去那邊 我相信Randy和Lex會等待你們 大家不要離開 我們馬上轉到另外一張直播桌 也就是我們50萬港幣買路的比賽 那就是這個比賽的一倍買路費 對 那再一次恭喜Jasyn Bonomo拿到了冠軍 獎金是460萬港幣 那我們看見這裡就是我們前八位玩家的獎池分配 他們這裡都獲得了不錯的成績 然後希望他們這一周還很順利 對,Mistel的第八名是John Jwanda 那我們看一下這是激州島的漂亮的風景 那這邊除了大家喜歡購物 還可以看一下這裡的山山水水 還可以看一下這裡的山山水水 那這邊除了大家喜歡購物 那以前我是從來沒有來過激州島 然後呢這12個月大概來了三四次 是嗎? 就有感覺像第二個家一樣 那這邊還有水上樂園 這裡這些樂園我都已經去過了 帶著家人們一起來玩過 激州島的黑豬烤肉還是蠻好吃的 對 這應該是我第六次來激州島 是嗎? 那麼多次你比我來的還多 那這邊就是牛肉也非常好吃 他們這邊有一個叫漢吾的牛肉 是專門好像激州島的特產 激州島還是有很多特產 對,他們這邊的牛肉新鮮到你可以就是生吃 所以那個味道非常好 說得我都有點動心了 哈哈哈哈 就在賽場旁邊 就可以找到那個牛肉店 好的 那這裡有萬豪酒店跟藍頂 包括一個Summerset 這Summerset呢 它是有三間房間的家庭的這種套房 那我們看見這些很著名的玩家們 都走進了這漂亮的賽場 這包括來的馬來西亞的那麼多玩家 這個是Richard Young 那這看見是Triton的代言人Jason Kuhn 我們的哈里波特 好,我們回到傳奇撲克50萬港幣買入的比賽 現在的盲主級別是48000 那這裡我們看見 積分排領先者是Arnold Rayman 他是有前駐 279個前駐 然後接下來是香港的 香港的James Boyle 對,James Boyle 還有一個Beyond Lee 然後呢,加拿大的Michael Watson 法國際華僑的那個Rui Kell 然後呢,一個馬來西亞玩家 他應該我們也見過是Ciao 他不念Rui Kell啦 他是曹瑞 曹瑞嗎? 對 但是,國外的那些玩家 就是Rui Kell 他也是就是一直會出現在這傳奇撲克 對,高額短牌 對 長課玩家 也是中文說的挺好的好像 他是華裔當然會說中文啊 有些人不會喔 有很多出生在國外 或者在國外長大的 也就是不會說中文了 也有,對 對 我妹妹一口上海話 但是普通話就不會說了 好,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現在應該是處於Break 那,稍微短暫的休息之後他們陸續的回到了牌桌 那這邊我們可以看見他前駐已經是4000 Button位是支付要8000 那這盲注那麼高的原因是這個比賽是同時跟我們剛才看的決賽做同步的 然後呢,這是第一天第一輪的比賽 所以這已經進行了好像應該是差不多六個半小時了 所以盲注級別已經那麼高了 第五個半小時 就已經是約11個半小時 就跟我們幾個半小時 都會再加幾個半小時 就是現在我們要往前後 那沒有時間 出現了 從事是個半小時 我們喝水 有時候 你的方法 出現了 要法 这里我们看见枪口位Rui Cal 在用圈钩的牌 All-in 13万6 那他应该这里是筹码 筹码只有挺短的 记得2-6o 执行Rui JJ在K圈 执额 Thor 因为Jwanda也知道曹瑞是一个翻前非常激进的玩家 草尔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那这里我们看见这两位玩家分钱 也是对他们来说如意喜欢看的结果吧 我可以看到Jwanda戴着帽子一如既往的炯炯有神的眼神 我可以看到Jwanda戴着帽子一如既往的炯炯有神的眼神 在UTG拿到了90欧 这里应该会继续选择 他会选择直接欧令吗 他会选择直接欧令 可以看到在短牌的初期阶段 玩家都打得非常的激进 妄图积累大量的筹码 因为90欧这手牌的确是对抗一个能打光all in的range非常的强势 所以我们直接进入打枪 对抗一个能打光 三次人低一 三次人低一 30人低一 三次人低一 多一 close 对抗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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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我們看見槍口味加1的玩家Romaine,他拿到一對10,跟住進來 那Rui他在這邊拿到了一對圈 那Romaine他在這邊面對RuiKel的all-in 選擇了跟住 那他這邊想看見的牌就是發出來一個10 這是一個略鬆的跟住 這個 因為大家都知道在短牌裡面一對10的牌力其實是不太強 那這裡我們看見Romaine有一些out 包括任何圈跟棋 好,沒有發出來 5個月 5個月 4個月 3個月 5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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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個月 5個月 5個月 選手有聊到應該 在第八个级别结束的时候 这场比赛就会停止买录 今天传奇扑克短牌解说 是由我Celena Ling 跟阿彤在这里 帮大家分析 这些牌局 可能是一样的6 但每次我看到一类6 是一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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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6 是一类6 是一类6 因为 那这边他们是换一副新的扑克牌 那大家稍微等待一下 那这位玩家我们是还没有见过的 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是新面孔 对 他长相是挺有混血风味的感觉 可以看到我们的Gibleaders拿到了圈圈 在前置位埋伏 曹瑞八九颗 就让他明智地盖掉了他的十六同色 哇 这是一个梦幻的flop 那这里Romaine发出来就是拿到了四条 做了一个过拍 那这边Rui 是 是下注了 对 轻易的扣 这边中两队的Rui 他选择下注 然后我们看一下转排 那这里出来个A 那这Romaine他是继续check 两边都check 合牌到了一张K 他会选择如何游戏这手牌呢 这边Rui 这边Rui也没有办法支付 对 排力不强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曹瑞是一名打得非常稳健的选手 在对手扣住了他的第一条阶下注之后 就直接连续了两次过盘 在后置位 少输了一些 并且在言语上 对他的对手进行了一些迷惑 他说 Bad River I call 意思也就是 如果对手在合牌下注的话 他可能会拿一对手去call对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位选手是一个 班前疯狂激进的玩家 居然用97 这手牌去做了一个all-in 非常的凶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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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排力推all-in 打的是疯狂激进 应该是我们看在翻牌前最凶的一个玩家了 那我们看见Beyong Lee 选择用90call 在这边用90的牌call了他 可以想知90这种牌在短牌排手的进步中是有多么强大 但是却不巧地撞上了对手 主导他的排行 但依然拥有不错的胜率 嗯 我们来看一下flop 那当然Beyong他这边希望对方是AKA圈的这种牌 我敢打赌这个flop会给90带来很多doss 至少六张 果然 现在90依然拥有40%的疑虑 这也是短牌可怕的地方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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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张K 那么两位玩家都没有 啊 那这边我们看见Kuznatshov 他是翻 对他是翻倍成功 不知道 那玩家都没有击中 但是 就拿到了顺子 那现在我们前周是5000 然后 装位是1万 那这边我们看见 阿纳的Raymond他是chip leader 他会被打败的 他就叫他 他就有一个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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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刚才我们决赛中是结束了 最后是Justin Bonomo拿下的冠军 然后呢这是第一轮50万港币满路的短牌 主要打在嘉义位置选择用9沟S All in 11万22个anti 没有人抠那成功的up了6个anti 收益非常的高 11万出去没有人抠然后他就变成了14万 特别 OK OK Oh sorry I fall I just want your shirt That's closed Then 4 No Yes Thank you Ale ije in Yes isp塊 It's some It's the same 我们看发出来是什么样的 因为他也知道就是 就是他还有一定的盈利 他现在是不容热关 还是有一点点的机会 成功顶住 这边Rui他成功了翻倍 看这小伙子只剩一点筹码了 那这是无限买路的 好像到 可以买路到第八个级别吗 听说了 第八个级别的结束 现在什么要做呢 什么要做呢 什么要做呢 大家都说要保护他 实际上他们都拿了不错的手牌 那我们看这里是三家欧影 场上的气氛非常的融洽 那大家买路都那么大 但是还是说说笑笑 看这个买路对大家就是没有什么压力 对 50万港币的豪客赛 对于他们来说 这只是一个边赛 因为主赛呢 这边是200万港币的买路 也是无限可以买路的 对 还不错 对这边Juanda他暂时是顶两队领先 我们可以看见这边Rui他有脚牌 这里Juanda成功的翻倍 Juanda收了一个32万的底池 翻到2.5倍 这边是150万的 这边是150万的 这边是130万的 130万的 13万的 100万的 这边的是150万的 这边是150万的 这边的 Cour. 这边是100万的 Cour. 这边是1万的 Cour. 这边是1万的 展主王大现在一跃又成为了健康的马量 不需要再做太多翻前的激进动作 可以有一定的余地打一打翻后 我们这桌直播桌上的CHIP LEADER 现在拿到了KGO铜色 去世LIN 草瑞在Headrack为拿到了GO8铜色 主王大的圈钩应该也会做一个跟注 第二位在后手只有6万9千的情况下 翻牌出来是A66 这边Romaine它是下注买花 下注了1万5千的积分牌 顺利拿下底池 那我们可以看见右下角是显示54手买路 现在暂时赛场还剩37位玩家 我们可以重复回车 然后再看一看 如果你的迷迷车可以重复回车 当然是可以重复回车 Romaine在前支位拿到了被压制的A9 不做动作 曹瑞在前二位拿到K10铜色 这里应该会考虑空注 他做了一个跟注 主王大应该用一对7也做一个跟注 看一看后卫有没有可以拿来Squiz的牌力 看样子是并没有 低了尾拿到了勾圈草花 也是一首翻后游戏能力比较强的牌 我没有认出来 这个是True Teller 他为什么 看起来 这不是True Teller吧 但是他们显示出来的名字 他是True Teller 很奇怪 但是他那个样 不像是True Teller 看起来好像变年轻的感觉了吧 但是确实翻了照片之后 看出来确实是True Teller 也就是线上的大神 也长期在澳门打现金 还真的是 对他眼镜摘了 他眼镜摘掉了 我们就没有认出了 他眼镜摘掉了 对他他我从来没有见过True Teller不戴眼镜的 对看起来年轻很多 就是说一下子就是好像这种 19岁冒出来的小男孩 对对对 因为我刚才也挺惊讶的 这样50万买路的就是锦标赛可以有一个新面孔来参加 aciohei że立舞者 就是之前 非常非常强悍的大神 而且他的上下 激主能力非常之高 据说他也是一个 非常的好相处的人 很多输钱给他的 玩家都愿意继续跟他打嗨 看起来他是一个很action的player 那我们会说你give action 也会拿到很多的action 可以看到球特勒他打排风格 是非常的凶暴 真的是不戴眼镜然后胡子不刮就几乎换了另一张脸孔 而且还带了帽子对 他是在他是在进行新的一个造型的装扮了 Gryffind here Gryffind here No more No more That was my question How the feeling Making like this How long no more How long How long 据说在某一段时间里面 他的线下cash引力能力是非常之高 任何人都比不了 我们还看不到手牌 应该是打到Olin了 又是一手K9跟90大光 K9在探上得到了黑桃铜花的听牌 K9在探上得到了黑桃铜花的听牌 那打成功的带走一条命 一条命 可以看到玩家拿在手里的卡片又换出了其他的筹码 这场五十万港币买力 比赛是一次买入三发子弹 比赛是赞的 比赛是小点重要重复的 所以我现在不想要加尾 这里Jonda又是直接拿到了一手支撑他all in的牌 结果交到了贴身的贴身了all in 那应该香港玩家的牌是非常大的 那这边主要的他是勾勾 他的名字也就是JJ 他拿了JJ All In JJ拿到了JJ All In 对 我们看见这样 这里Beyond Lee是拿AK的牌 对 果然是Top Range 所以是贴身秒call的 对 不好意思 这里屏幕显示慢了一点 对 那曹瑞现在还是在想 那他应该也是拿到了一手很棒的牌 你会非常高的 200km 什么 是什么 你还说什么 哈哈哈 我只是说 我只是想 你只是说 这里是什么牌是能想的呢 A圈或者圈圈 我只是想给你一个大腿 哈哈哈 你还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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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他在这边 他是勾勾 哈哈哈 他说他负掉了勾勾 那J All In 他听到了这句话之后 非常的难受 所以只能说 不要发出来 Ace 和King 你只能说 不要发出来 Ace 和King 有十分成功 一十分成功 十分成功 这里转盘不幸的 发出来一张A 然后呢 我们看见Beyond Lee 成功的翻倍 的确在转盘如果发出一张10 对他好像是不错的选择 我不是在转盘 我不是在转盘 一争害了 他真的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那么现在Jonda在输掉了一次Flip之后 又回到了短马阶段 他可能会用更宽的手牌加住All-in路持 不,我估计是在顶上 我不知道 哦,你能做到 你能做到吗? 是的 我和Louis 那这边我们看见True Teller 拿96 在Hajack Way跟住 然后呢,这边Rui Kel Cut-Off Way,他加住到55,000的积分牌 第二位的Jonda拿到了圈石铜色 他选择All-in 他的这个积分牌 I think you have the best hand, but let's gamble Yes I think Diamond's got better 他更多地想要寻求花色上的压制 那这个翻牌出来,我们看见Jonda 他是拿了一对10,也是顶对 那Rui Kel他在这边是可以买花 现在依然是一个三七开的牌面 谁都没有把握,能笑到最后 OK Jonda再一次惊险的翻倍 134 135 34 Give me 135 Right I didn't even see the 10 before you said I thought it was too close Oh no, there is a 10 You thought you were too close You had me doing like super dad Yeah 曹瑞说,在Vlob拉萱的时候 他甚至没有意识到 对手已经集中了顶对 Infident Rui Kel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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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扣了Watson的O-In 這是一種被主導的牌 來看看我們的flop會發生什麼 這裡給對手帶來了一個卡鉤 以及圈的擊中 那這樣子圈的擊中是沒有什麼用 只能是期待卡鉤了 沒有卡到 A是成功的是把它收掉 可以看到 雖然現在已經停晚了 但是牌手們的精神還是非常的好 有說有笑 多少錢有? 我沒問題 OK 2-2-1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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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1 2 2 2-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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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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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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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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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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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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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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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5 5 这是一个大筹码 Ju Taylor是在Hijack way 扣了一万两千 那这边Rui Kel 他是Cut off way 拿到了K10童话的牌 他会选择加注吗 他直接All-in 那Rui在这边 选择全压 37万4千的积分牌 是接近 是超过60个前注 他的A勾扣得动吗 他直接Fall掉了 可以看到这位玩家打的是比较紧的 Ju Taylor在考虑拿A8同色 是否要进行一个跟注 因为他的后手筹码实在是有点太短了 他选择放弃 他怕的是等他的A8如果扣上去 是否会遇到被主导的情况 这是非常容易遇到的 因为他的踢脚实在是太小了 他就会让他扣上去 他很容易连扣 他就会让他扣上去 他就会说 应该还是不容易连扣 我还没得到 我还没得到 但他就会终于连扣的 他就会让他辣扣 他就会阻挡 主要大的可以勾 选择扣 那庄家卫在这边比用力 他拿到了19的牌 选择过牌 好 三家都具有不错翻后 游戏性的牌 来到一个多人底齐翻后 主要大的牌目前看上去是最好的 因为他拿到了两头满胜 这边 Ruikelle他选择是继续下注 下注了18000的积分牌 他选择Race 然后他这个Race是把自己 打套池 打套池 来了个all in 很漂亮 很漂亮 我实际上移动 这是一个巨大赛 可以看到九王岛这里是利用一个Race All In 打足了七排绿 配合他自己本身就有的买排赢率 达到赚EV的效果 那这里我们看一下这桌上的筹码量 那这边Arnold Raymond 他是有175个前驻 也是我们这桌的Chip Leader 那接下来就是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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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da Bjorn Lee Ruye Kel 然后是Timofey Jutela在枪口位货牌 Juangda又拿到了一手可以玩的牌 那在后围这样子的情况下 特别是庄位是一个较为谨慎 防守型玩家的情况下 他们看到了一个多人底持 三个方片 如果买到方片的话 那么九王打需要考虑的是对手的范围里面是否有方片圈和方片K 方片圈和方片K 这里选择下注 这里选择下注 这是一个超池下注吗 这是一个超池下注吗 九七十命中的两队 面对Juangda的超池下注 对他 是一个超池下注的